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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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我們 靜靜分享到最深的地方 願你的生命 寧靜溫暖如海洋 作曲 李宗盛 歡迎全球的觀眾朋友準時收看英元小季 我們非常期待在這個時刻與大家見面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為大家請到的是藝術工作者 蔣勳蔣老師和我們大家來談的是 中國美術史 今天的中國美術史 蔣勳老師要繼續我們來介紹的是 唐代繪畫 是 我們談到唐代繪畫 可能在美術史的資料上 一定要談一個大畫家 就是唐代中時代 宮廷的首席畫家叫做炎麗本 那我們等一下會談一下炎麗本的問題 因為在繪畫史上他太有名了 他就說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的哥哥叫炎麗德 道德的德 還包括他們兩個兄弟的爸爸炎彼 他們是好幾個人都在宮廷裡面做畫院畫家的 那我們說這種畫家都有一點家族的形態 因為他們等於是最靠近權力核心 但你靠近唐代繪這種政治上的一個君王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因為你要畫他的像 這裡面還有很多安全各方面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些家族就跟皇室的家族之間有很密切的一些關聯 所以後來炎麗本因為他對於宮廷貢獻很大 他專門畫唐代繪的像 畫唐代繪所有在戰爭裡面勝利的一些圖像 所以他就被封為右像等於是宰相 畫家可以封到這麼高的觀 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因此我們讀繪畫史的人都很想知道說 炎麗本到底畫了什麼樣的畫 因為這個是很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目前我們知道在北京 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常有一張畫叫布年圖 布年圖 那這個布年圖其實是在講唐太宗坐在一個布年上 什麼叫做布年 就是通常年是車子的意思 那可是唐太宗他坐這個布年出來的時候 是由旁邊的宮女抬出來的 所以他自己不走路 由旁邊的宮女抬著他出來 所以我們叫做布年 布年 大概有九個宮女圍繞在他身邊 那麼有傘蓋有滑蓋來陪伴他 可是這張畫的另外一邊有一個穿紅衣服的大臣 那麼這個大臣類似我們今天外交部的禮賓司司長 就是唐朝叫做宏盧寺的大臣 那麼後面跟著這個人是畫面裡非常重要的 這個人是叫做陸東湛 那陸東湛是當時的西藏的大使 西藏到長安來進見唐太宗的大使 那當然我想大家知道 當時並沒有西藏這個名稱 當時叫做土伯 土伯王朝 那我們知道唐太宗是一個野心非常大的一個政治領袖 他把唐朝的疆域擴充了好幾倍 可是有一個地方其實他一直拿不下來就是西藏 我們知道西藏因為他這個海拔太高 所有的軍隊一到那邊高山正就沒有辦法打仗了 所以唐朝的軍隊到了西藏是根本沒有辦法用兵 所以最後沒有辦法就想了一個方法 就說能不能夠跟這個土伯王朝聯姻通婚 所以在貞觀十四年 我們知道這張畫的年代非常清楚 是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就是公元六百四十一年 當時西藏的大使陸東站就到了長安城來 見唐太宗 他代表當時土伯王朝的一個國王就是松山幹部 松山幹部 那提出松山幹部希望能夠娶唐太宗的女兒文成公主 所以唐太宗就答應了這件事情 說把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做松山幹部的妻子 所以我們現在到西藏 我們知道大招寺小招寺 其實就是有一個是給文成公主的寺廟 那麼所以這個事情已經距離我們現在有一千三百多年了 可是留下了一張畫是閻立本當時把這個畫下來的 可是我記得我們在前一個單元有提過說 這張畫是藏在北京故宮的 大家也認為是閻立本留在人間最可靠的一件作品 可是我們知道在畫面上來看的時候 這張畫其實很秀氣 很文雅 如果上一個單元看過的朋友就記得 我們說所謂的唐風 絕對是大器的 唐太宗大概不會這麼文雅 唐太宗是那種非常彪悍的君王的感覺 所以因此我想這張畫現在已經證明是南宋以後的臨摹本 它的結構 它的人物 它的構圖大概是對的 可是它的線條是宋朝的線條 所以你會覺得畫面有一點太過安靜 太過秀氣 所以我們今天只能拿來參考說 當年的閻立本大概畫過什麼樣的畫作 因此我們知道閻立本的角色 有一點像我們今天所謂政治畫家 就是說國家有一些重要的典禮 有一些事件發生 比如說我們看到陸東站 這個土拔王朝的大使遠從西藏來 那麼前面有外交部的這個禮賓司的司長 引見他給唐太宗 後面有一個穿白衣服的是翻譯官 因為唐太宗也聽不懂西藏話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東西 聽不懂藏語 所以後面有一個翻譯官 所以我們看到三個人都有一點很悲屈的感覺 就是因為他們在見天可汗 唐太宗 所以這個畫家閻立本 刻意要表現出唐太宗的偉大 唐太宗那個作為帝王的那種威嚴的感覺 可是我一直覺得這張畫 因為是宋朝的臨摹本 所以宋朝人還是無法理解 因為真正唐太宗當時的那種氣度跟氣派 所以我們今天只是用這張畫 來做為一個大概的參考 我們也了解到閻立本這個畫家 他們的繪畫是以人物畫為主 歷史畫 政治繪畫 所以顯然跟宋朝以後 中國的繪畫的主流轉成山水畫 是非常不一樣的 就他是以國家的歷史事件 作為史詩性的描繪的一個大畫家 那閻立本據說在唐太宗身邊待了很長的時間 他本來是替唐太宗設計服裝的 等於是他的服裝設計師 那叫做這個奉衣尚玉 後來他就替唐太宗設計他住的皇宮 就是這樣做打獎 等於是唐太宗身邊的怎麼講 建築師 那麼之後他變成了畫唐太宗所有的國家典禮繪畫的這個畫家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後來一直做到宰相 其實時間長達幾十年就跟在唐太宗身邊 那麼這樣的一個畫家 培養起來當然不容易 因為你要畫帝王的這個威嚴跟儀容 而且唐朝人很講究 在外族觸見的時候 這個君王要有一個氣派 而且有時候是故意嚇別人的 就是我一直覺得唐太宗很有趣 就是說他其實走出來也可以嘛 他幹嘛一定要坐在很多女孩子抬著他出來 可是這是擺這個氣派給人家看 就是擺給這種所謂的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說 我是天可汗 那我出來的氣派是跟你們的帝王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想這裡面畫家就保留了所謂的布年 當年唐太宗接見外族大使的時候的那種感覺跟風貌 那我自己一直推測這裡面最有趣的是這些女孩子的身體的感覺 我會覺得原畫 如果這不是宋朝的臨摸本 這些女孩子不會這麼瘦 是 因為我們看到所有壁畫裡的唐代的人物 她身體都有一種磅駁的感覺 都其實是比較胖 比較豐滿 然後也有一種站在那邊穩如泰山的感覺 可是現在我們感覺到所有畫面裡的線條都有點太細了 那包括這個前面的女孩子 她因為抬著布年的前面兩端 那力量全部壓在她肩膀上 有一條線 這些線條都太細 你會覺得拉不起來的感覺 唐太宗如果坐在這個布年上 這個繩索應該是很粗壯有力的 所以這些部分都看到 由於經過臨摹之後 很多畫風會被改變 所以為什麼我會希望說 我們慢慢會把延立本的布年圖 跟目前最近的30年當中 發現的真正的唐代壁畫 如果有機會 我們把它放在一起來對比的時候 你就會可以調整出來一個東西 就是一方面是 藉著北京故宮博物院 延立本的布年圖 來了解整個大的構圖 可是另外在李賢木的壁畫裡 我們看到有三個唐朝的大臣 這三個大臣你看他的身體 那種大氣的感覺 跟剛才布年圖是絕對不一樣 這三個人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紅爐寺的大臣就是 紅爐寺就是唐朝的外交部 李賓寺 專門負責召見外國大使的 如果大家看一下 他們三個人後面的 比如說這兩個人 相貌根本不是漢族 我們看到這個人禿頭 然後鼻子非常的高 眼睛深的 他的服裝 他的面容都不是唐朝的樣子 所以唐朝的官是戴一個高的紗帽 我們講紗帽是透明的 所以他可以看到裡面的頭髮 他這個紗帽是用紗做出來的 一個高的一個頭罐 那後面這個外國人 現在一般的學者考證是 可能是當時東羅馬 就是拜占廷帝國派到長安的大使 以他的服裝跟的容貌 那這邊有一個人 頭上插了兩個短短的羽毛 現在一般的學者考證 他是來自今天的韓國 就是高麗的大使 高麗的大使 那更後面有一個比較遠的人 戴了一個簪帽 一般人推測他是當時 就是屬於今天中國東北邊的少數民族 可能後來的女真 女真族的大使 所以這裡有三個外交部的大臣 三個唐朝的外國大使 所以我想這張畫 你可以看到 當時也是唐朝的這種大畫家 在牆壁上留下來 是真正的唐朝繪畫 跟剛才我們說 宋朝臨摩的不黏圖 一對比馬上唐風就出來 所以我想我們特別希望 借這個機會來讓大家知道 唐代的真正的宮廷的政治繪畫 其實不是我們想像這麼鮮弱 這麼秀氣跟鮮弱 而是裡面有一種線條本身的力量 因為我在現場看的時候 這個大臣它整個的高度超過一公尺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畫家 在牆壁上畫的時候 他的手拉出那個毛筆的線 必須非常有力量 所以我們看他從肩膀下來的這條線 你在現場看的時候非常粗的 非常粗獷的力量 我現在這樣講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有一個桌子 我在桌子上拿毛筆慢慢畫畫 跟我拿毛筆在牆壁上畫畫 感覺是不一樣 因為你在牆壁上畫畫 你的手是旋丸的 所以你必須那個毛筆拉得很緊 拉那條線 而且非常的準確 這些線條才會出來 所以你會感覺到這三個大臣 而且很精彩是 他們三個人是圍繞出一個圓形空間 好像是外交部的三個官員在探討說 等一下皇帝要出來了 皇帝要見這個外國大使 我們現在要怎麼準備 三個人有一點在商量事情的感覺 所以你會感覺到 那個空間裡面有一種 非常精彩的那個構圖上的 這種安排的感覺 所以我因此在現場 看這些作品的時候 我開始對唐代的繪畫 跟唐代的畫家 包括說如果真的有機會 看到延立本的話 我覺得這些畫家真是不得了 可是現在很可惜 其實我們看不到真正的延立本 我們只能看到延立本之後 所有的延立本這個畫派 這些畫家留下來的這些形象 那甚至我們所說的外祖 我們知道現在還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延立本畫了一些叫做直貢圖 就是當時的外國大使 他們到長安城來進貢 來朝貢皇帝的留下來的畫圈 可是我們知道今天台北國公博物院 也有直貢圖 可是大家也都不太相信是真正延立本的 可是反而在這個李邪墓的壁畫裡 你可以看到這三個外國大使 確實是當時唐朝的大使的畫像 留在牆壁上壁畫上面 所以我希望這幾次讓很多朋友有一個感覺 就說今天我們掌握的第一手的唐代繪畫的資料 的確確不在博物館 其實是在墓葬裡面 是 是在壁畫裡 而且我們也知道說唐朝的繪畫 並不是我們後來宋朝的這種水墨畫 唐朝的繪畫非常艷麗 用很強的顏色 這些顏色全部是礦物顏料 然後加上膠去慢慢堆出一個厚度出來的 所以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宮廷唐代皇宮的建築的繪畫 這也是第一手的資料 我們會感覺到這樣的一個資料 讓我們感覺跟後來宋朝的水墨的空林距離這麼大 所以很多朋友看到這樣的畫都會說 這個畫好像西方的油畫 因為它跟西方油畫的材料非常接近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說唐朝的宮廷繪畫 它是比較講究寫實的 它講究一種量體的量感 一種量體的量感 它還沒有發展出文人化的飄逸跟空林 所以因此它有很多的美學上的經驗 讓我們今天可能大吃一驚 那這個大吃一驚什麼原因 以我自己來講 以前我讀中國美術史 因為老師給我們的資料都不是真正唐朝 是宋朝的 所以我們對唐朝的印象其實是錯誤的 所以因此我們常常 第一 看到真正的唐朝繪畫的時候 我們會 剛開始有點懷疑 我們說這個是唐朝嗎 可是現在出土的資料越來越多以後 我們確定說唐朝的繪畫真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才重新修正了 一個新的唐代繪畫的美學的觀點出來 所以我想我這幾次 一直希望藉這個方法來做一點辯證 因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的腦海裡 所留著的唐朝繪畫的觀點 還是有一點錯誤的 是宋朝以後的 所以因此我們看到像這樣的建築物 建築物裡面出現的那種大紅的顏色 你可以看到唐朝的宮廷裡面的花園 以及它的建築的那種氣派 都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那個樣子 因為後來宋朝以後很多的東西它都變成比較的 我們說文人加進了很多他自己詩意性的描繪 可是文人的詩意跟唐朝強調的貴族的華麗 它是兩種不同的風格 因此我會覺得唐代的美學其實是比較富麗的 富麗堂皇 富麗堂皇的感覺 因為它講究一種貴族風 講究一種貴族風 所以因此我們把唐代的建築裡的公願圖 還有它的壁畫拿出來看 所以對比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這個 延立本的所謂的布年圖 就很對不起我們就會說 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布年圖 我們已經很確定不是延立本的原作 所以我想這個觀點 當然今天很多在博物館工作的人 還是不太願意接受 因為它就少了一張唐朝的原作 可是我想對於學習中國美術史的人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矯正的觀念 因為如果他一開始接觸唐代的繪畫 他的印象是錯誤的 那麼以後他對唐朝整個的畫風 都無法掌握 是 非常謝謝 謝謝蔣老師 謝謝 我們的節目時間到了 非常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更要感謝的是 潘導播一代電台現場所的工作人員 音源小聚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老師謝謝 謝謝 今天我們會介紹一個畫家就是周房 那周房有一個卷子 有一個長卷 這個長卷大概204公分長 那目前存在北京的故宮博物院 我們給他一個題目叫做 完善侍女或者灰善侍女 因為在畫面上我們看到 一開始是有一個蠻豐滿的一個女性 穿著大紅的衣服 大紅團花的裙子 頭上戴了一個很大的花罐 坐在一個椅子上面 那旁邊 今天藝文資訊要為大家來介紹的就是 三種藝術形式結合為一場這個音樂會 也就是書法文學以及音樂的結合 來自林古方教授的一個創意 這個音樂會叫做線性與意境 那麼怎麼樣把國樂團的這個表演跟古詩 以及書法把它結合在一起 我相信在這個音樂廳裡面 所有的觀眾聽眾 他會經驗到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前首未有的一個經歷 是 其實現在有越來越多的 像是一些藝術形式 大家都開始結合很多不同的藝術元素 其實讓整個的一個 我認為是一種藝術的這種 真善美的這個價值 能夠發揚光大 不僅僅像我們看到雲門舞集 它結合了舞蹈和這個書法 你就可以看到它那個美麗的那種張力 是很大的 對 我會覺得每一個新的一個元素 要加進其他的表演裡面 就會產生很大的困難 像雲門的這一次這個狂草三 它就要實驗很多不同的材質 讓那個墨從這個木上面流下來 那麼怎麼樣去讓它流得匀 而時間要剛好 那我覺得它的困難度非常高 而我相信在這一次書法 跟音樂跟詩詞 吟唱的這樣一個結合 我相信對於每一個表演來講 也都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對 我想這三項都是我們這個 中國人的這個驕傲 無論是這個書法 還有這個像這個詩詞 也是了不起的詩詞 還有這個國樂的這個結合 不要錯過了這場音樂會 詞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天艺文资讯单元当中 我要为大家来介绍的 也是一场相当难得的 钢琴读奏会 那就是季星的钢琴读奏会 季星他在两岁的时候 就开始爬到钢琴上去弹奏 他六岁的时候 就被送到莫斯科的 钢琴学院里面来学习 被当成是钢琴天才来培育 而且他十一岁 这么小的年纪 就开了自己的钢琴读奏会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一个天才像莫扎特 这样的一个天才 其实他在 也许他在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 就已经展露出 他在音乐上的天分 可是像季星这样子 就是说受到这个国家的 用天才儿童方式来培育的 这样的一种制度 其实对于很多音乐人才来讲 是一种很快的培养 但是也会让他们经历到说 生命中其实也长了很多的苦头 是啊 今年刚好是莫扎特的250周年 我想全世界各地都在纪念这位音乐伟人 所以我想台湾也是不例外 有很多的一些莫扎特的作品的演出 不过我想季星来到台湾 也带动很多的古典乐迷 现在目前台湾的古典乐迷 其实也是相当相当的多了 对我想钢琴读奏会 其实在台湾一直是不断的演出 但是季星的钢琴的读奏会 我相信是对很多喜欢钢琴的演出 是不能错过的 因为他在这个独特的演奏技巧上 跟他的风格上 经过研个这样的一个 斯拉夫民族的风格的训练 我觉得在弹一些 很特殊的奏品里面 我想是其他人是真的是赶不上的 是 不要错过了 季星的钢琴读奏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